大家好,我是格子 我们现在到石刹海了 然后夏天比较热 然后我们今天来这划划船 今天这天挺好的 也没有太阳 挺凉快的 还吊着小雨点 我们马上到这个码头这了 划哪种船 我们现在马上上船了 然后本来是我跟我老婆俩人 然后碰见一个陌生的朋友 跟他们拼了一个船 等于我们四个人一把 比较划算吧 我们现在已经上船了 先带大家到那个右边去看看 你们前面两位待着挺清甜 看见两只野鸭子 我们现在看见这个荷花了 然后现在奔着这个荷花前进 我们为什么选 船呢 一个是中午吃的太多了 锻炼锻炼身体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便宜点 咱们正在驶向那个 荷花那头 大家看见这海草了吗 在水里 这水不深啊 哎 游泳安全不哥们 还行 你怎么进来游的 你从那就是游过来的 哎 这里还能游泳呢 安全吗 他这深不深啊 那不是很深啊 中间三米二 中间三米二 刚才看一哥们跟那个石刹海里游泳啊 我觉得挺逗的 他直接穿上一裤杆就下来了 他这更凉快 刚才咱们光看那个游泳那哥们 荷花都给落下了 我们发现了一朵特别漂亮的荷花啊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照一下看一下 这好不好看 我刚才听见一群这个孩子在背骨石啊 小河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啊 然后这瞬间想起来 我小时候也背过这个啊 就感觉特别亲切啊 看完荷花了 咱们现在去这个石刹海酒班那时候看看去啊 你得注意安全啊 您得看着点大叔 这船多 好家伙 刚才这吓我一跳 好家伙 滑着滑着船就蹿上来一人 我去早知道这里能游泳 我也戴着游泳裤了 直接就杀着来游了 其实这天真是太爽了 没有太阳 然后呢还在那个水上滑船啊 真是特别的凉快啊 行现在我负责歇会儿啊 然后两位美女滑车 这种船也挺好玩的 是用手滑 我们正在缓慢前行 我们马上要过这个桥洞了 前面出现那个严重的这个交通堵塞现象啊 咱们现在马上穿这个桥洞了 我们过来了啊 瞬间有一种这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然后这两边呢 都是酒吧了 这个感觉相当凉爽啊 但是这个有危险啊 请勿模仿啊 它这儿的这个水啊 特别轻啊 像那个翡翠的颜色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水里的海草 我现在站在这个船头这儿呢 凉快凉快 我们现在这个属于这个随波逐流状态啊 就是在这儿飘着呢啊 看看周围风景 吹吹这个湿沙海的这个小风啊 凉快 因为今天光线不是太好啊 所以我就从这个自拍的角度环一圈啊 大家可以看看周围的景色啊 当然大家不用一直盯着我啊 看后边就行 回首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这时间过得很快啊 不知不觉已经快两个小时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往这个码头那滑了啊 时间还是挺紧的 我们二十分钟左右要滑到码头那块 人家刚才后边那个电动船呢 跟我们说你们这个脚踏的比我们这电动还快啊 竟然还有比我们滑的快 又是那个皮花挺快 这么超啊 我们继续前行 又该穿桥洞了 希望顺利 我们这儿现在成那个碰碰船了啊 我去 我们要是成这样 完全 完全是碰碰船的状态 走走走走走 现在完全搞不动了 来来来 到啊 到 到 到先到后往前 走走往前走 走 快 快 时间 行了 通了 唉 我们终于顺利过来了 瞧瞧后边他们还在那呢 小幸灾落伙 我们马上到这个码头了啊 时间还负着十分钟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凉快凉快 这个时间还是过得挺快的啊 这一晃就俩小时过去了啊 然后咱们看了荷花啊 然后还有过了这个银镜桥啊 然后又去这个银镜桥的银镜 去看看啊 现在又回来了 然后 玩的还行 挺开心的 而且今天的天呢 也特别给力啊 都没有太阳 也不热 特别凉快啊 我们现在马上上岸咯 我们现在退完卡了啊 然后那个外边 下雨了 我们就赶紧奔地铁站回家了啊 总之呢 玩的非常